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阶段里头很可能川普会当选 拜登为了不要让川普当选 他必须比川普更反中 在更反中里头当然要记出来 对于中国可能赢过美国 或是美国现在已经很破碎的几项产业 进行对美国企业的保护 因此对于中国太强的 可能威胁美国产业的几项产品 全部进行反倾销的关税战 这也是可能Janet Yellen到中国去 最主要的谈判对象 那么这个谈判可能并不会换来 任何中国的让步 所以最终中国就是准备 让美国很可能在拜登选举之前 公布对中国的关税 而且他们认为这是为了选举不可避免的 始终被点名的就是新三个贸易 对外出口的主要的新三个产品 第一个是太阳能 第二个是锂电池 第三个就是电动车 为什么会有电动车呢 前面两个大家可以想象 电动车的部分就是因为 在2023年中国的电动车 正是超越了日本 不是超越美国 美国一直排在后面 超越了日本 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动车出口上 那以中国所拥有的制造能力 在这个情况里头 中国的超越对美国而言 你不在这个时候阻止它 它将来超越你更可怕 而且比亚迪已经早就看到了 它会被美国一定程度的施压 所以它很早就把它迁到墨西哥 准备到墨西哥去设厂 在墨西哥从那个地方 用北北自由贸易协定进到美国 现在川普说 即使你从墨西哥 我也要对你克征 不是60% 是100%的关税 因为对美国来说 如果让中国在电动车里头又领先 而且还领先了Tesla 这是美国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情况之下 比亚迪正式被美国盯上了 也是这一波美中贸易冲突的最大主角 上一波是TikTok 在之前是华为 而现在就是比亚迪 在全球汽车产业里 中国企业用行动展现中国特有的朗性文化 这并非蚕食侵吞 而更像是让人措手不及的一夜崛起 而在狼群中的狼王肯定是比亚迪 事实上在2023年第十季 比亚迪在全球纯电动车的销量 首次超越了Tesla 而根据中国成年会的最新数据 在三月的中国新能源车销售上 比亚迪以30.2万辆联压海内外群油 横甩了仅卖8.9万辆排名第二的特斯拉 这连比亚迪的车尾灯都看不到 而对美欧等汽车工业大国与车器来说 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比亚迪正在墨西哥 寻找建立整车厂的生产基地 未来除了面向中南美洲市场 更要依靠美加莫自贸协定的零关税 成为扣关美国这全球第二大车市的桥头堡 川普在美国第二大汽车州 二害二的演说 表明要以百分百的关税 把比亚迪封杀在美墨边境线上 这绝非只是川普的选举语言 而在反中肯定有票的美国大选年 拜登也没让川普专美于钱 在前往中国访问前 美国财长叶伦谈此访的重点议题 猛批中国在电动车等清洁能源产业 大量补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事实上美国的降低通膨法案 以启示性地排除电动车与太阳能等 非美国制造的补贴 但这显然难以保护美国本土产业 叶伦行前已表明 不排除以其他手段应对中国的补贴 中方对叶伦的指控倒打一耙 反控美国降低通膨法案 才是真正的保护主义 但就比亚迪电动车的崛起 并能迅速攻城掠地 究竟是靠领先的技术 还是中国的政府补贴呢 全球汽车制造业里 几乎没有一家像比亚迪一样 如此广泛地掌握汽车制造产业链 自2003年收购西安勤川汽车 跨入汽车制造领域以来 比亚迪就制产大部分汽车零部件 从发动机、变速箱、控制系统、自动系统 电子设备到雨刷器 只有轮胎与车用玻璃和少数通用零部件 是从外部采购 这让比亚迪的造车成本大降 特别是进入新能源车时代 占造车成本超过四成的电池 成为竞争力的关键 而一座电池起价的比亚迪 在价格与品质上的优势 发挥得淋漓尽值 BYD designs, develop, engineers its own batteries at scale so not only they have the capability and the capacity for their own products but they're also supplying batteries globally with plans to build battery plants all over the world As a leader in battery technology it actually supplies batteries to other car makers like Tesla, Toyota and Kia In 2020 it launched the Blade a lithium iron phosphate battery that the company touted as a breakthrough in high energy density with high levels of safety 这款就是我们比亚迪的汉 最近也远销南美 在当地非常的受欢迎 这款车承载了我们比亚迪 最新的技术 包括刀拼电池 0到百公里只需要3.9秒 进入电动车时代 比亚迪书写了时事赵英雄的故事 我们或许听过太多 王船服以20个人起家创业 从手机电池到电动车网的传奇 但这并非故事的全部 如果没有中国政府 这2009年制定电池与电动车的 产业扶持政策 别说中国为小李造车新势力的崛起 比亚迪恐怕至今也是默默无问 开始在2009年 他们建设了车承车承车 他们也给了车承车承车 给产生车车的车承车 传承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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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能追求GDP增长数字的年代 不用钱的地 没有成本的融资 加上企业退税 研发创新的补贴 这些都是西方所指控不公平的竞争 它是没有秘密的 政府政策的政策是重要的 中国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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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些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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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令其他企业企业押运动 我们没有忘记 中国的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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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轻企业被推荐 中国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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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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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must能够围�业企业 100%的差记 当时的那现 thesis 到底会变成了 Lead施业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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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难 和贵力 industri业企业企业企业 Mandal成本 他的价值 政府投入企业会 推出了反補贴的研究 从中国的电动车 来自中国的电动车 欧盟去年9月 已对中国进口电动车 发起反补贴调查 预计今年年底将有结果 反补贴的高关税已建在险上 而不论美国年底谁当选 肯定都会断了比亚迪 进入美国市场的通道 即便比亚迪已准备在墨西哥设厂 刚刚登上全球电动车王 比亚迪已陷入地缘政治冲突 与贸易保护主义的争议漩涡 怎么看它的前景 或许股神巴菲特是个指标 2008年以2.5亿美元 买下比亚迪10%的股权后 比亚迪股价已上涨超过1400% 但自去年夏天以来 巴菲特已出脱手上 超过60%的比亚迪股票 比亚迪当然也进军了 希望进去欧洲 但欧洲现在还没有 真正的很多比亚迪在路上跑 已经开始准备对比亚迪 采取补贴的调查 就是说如果你的生产过程 跟这个企业是接受国家的补贴 那我就要对你进行一定程度的 关税惩罚 或是相关的反补贴的惩罚 目前为止在欧洲大卖的还是Tesla Tesla在整个欧洲的布局相当的深 它有它一定的策略 其中很值得我们大家参考的 如果我们这个国家要发展电动车的话 挪威是最好的例子 Tesla和挪威之间的合作 以及它如何设各种不同的充电站 另外挪威本身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让它大多数的汽车转型成为电动汽车 这个国家它在实施绿色能源的电动车里头 其实也说它的政策成功 Tesla也配合得非常成功 北欧国家挪威立下雄心壮志的目标 要在2025年成为全球第一个停止销售 弃柴油车的国家 2023年电动车占新车销量的82.4% 高于2022年的79.3% 而在这挪威电动车战国时代中 击败竞争对手独占凹头的 就是电动车的代名词 Tesla Tesla sold over 23,000 Model Ys in Norway last year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its top competitors Volkswagen and Škoda and the automaker accounted for about 20% of all vehicles sold in the country last year 2023 also marked the third year in a row that Tesla was the top car brand in Norway 但挪威对特斯拉的价值 远不仅是登上汽车 销售冠军 挪威还是特斯拉 作为全球汽车市场 转型到电动车的范本和实验厂 我爱奈威 所以 我只是想要谢谢奈威主持人 和奈威主持人 为了长期的支持 电动车和健康的能力 我只是想要奈威主持人 知道你真的有不同的 美国特斯拉汽车 十一年前就开发到挪威 2013年 挪威车主是欧洲第一批 驾驶Model S的客户 2014年4月 Model S还打破挪威 每月单一车款汽车销售记录 而特斯拉之所以能打进挪威市场 快速取得领先 不仅是续航里程高于同业 汽车终身免费充电外 还要归功于特斯拉同时大量扩展充电设施 特斯拉研发的超级充电站 在挪威从2013年的6处 现在增加到超过100处 减少车主的历程焦虑 但电动车电池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耐严寒 遇到低温效能就降低 行驶里程更短 也需要更长时间充电 不过对挪威的特斯拉车主来说 低温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即便挪威冬季的平均气温 是摄氏零下其度 而且挪威政府从1990年代 就开始推动普及绿能汽车 也把挪威打造成电动车的天堂 我们设定了一个预定 2025年代 所有新车车的车 应该是零温效能 当你设定了一个预定 你必须提供一些预定 来做它行为 一些预定预定的预定 自由的通道路 自由的停泊 和能力进行车路 Norvech的政府 已经看得到很多政策 还有挪威便宜又可再生的能源 也大大促进电动车的销售 其水力发电 供全国九成以上电力 电动车每公里的电费 约是汽油车每公里 油费的三分之一 而这也促使挪威的电动车产业 竞争更加激烈 特别是在中国汽车公司加入后 中国汽车公司是最竞争的 汽车公司在世界上 我觉得他们会有 在中国以外的幸迹 会有很大的幸迹 根据到什么类似的 购买障碍 实际上如果没有购买障碍 他们会准备 最后的其他汽车公司在世界上 非常好 威害中国比亚迪汽车竞争 特斯拉2023年速度调降 全球汽车售价 2023年第四季 比亚迪纯电动车销量超越特斯拉 不过2023全年 特斯拉全球销量依旧胜过比亚迪 特斯拉的性价比高 也是沦威车主选购的一大动力 但在挪威的电动车市场 越来越成熟下 政府逐渐减少补助和奖励 电动车业也百家之名 特斯拉能否稳住在挪威电动车的龙头宝座 还有待观察 但至少带动挪威汽车产业 成功转型电动车 能成为全球借鉴 加快达到汽车零摊牌的目标 感谢观看 前面已经提到 美国的一本新书 是由Zachary所写的 还谈到Revolution这个名称 他说Revolution可能指科技 工业革命本身就是一种Revolution 它当然会带来整个国家所有的改变 但是它也可能会带来国家的政治动荡 而形成了另一波的革命 这一次的AI 也是面临了各国都面临了贫富差距 对体制的反建制的各种民粹运动 在这个时刻又出现了AI 所以你可以想象 它对全球可能带来的影响 但是它可能阻止一些 全世界的大公司投入AMR 当然不会 Amazon的创办人贝佐斯 他曾经被股神巴菲特 成为他前所未接的天才 最近Amazon宣布 他要投资一家公司叫Anthropic Anthropic我们上礼拜为大家报道过了 他为什么要投一家Anthropic 主要就是跟OpenAI拼了 因为Microsoft本身是投资OpenAI的 Microsoft和Amazon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第一个这个AI跟Cloud 跟云端是有关系的 而Microsoft跟Amazon 是全美国两个最大的云端公司 所以拥有云端 在拥有AI的话 将是所向无敌 这是为什么Amazon投资这么多钱 投给了Anthropic 而Anthropic主要的创办人 跟相关的人 都是不认同Sam Osman 而从OpenAI出来的 几位AI天才 三月底的华尔街 依然沉浸在主廊AI的 投资狂热之中 也推动美国股市 迈向2019年以来 成绩最好的Q1表现 而这场AI盛宴里 行者回答的如日中篇 为竞争对手带来的 已是一场必须跟上脚步的 两性竞争 Amazon has just made a billion dollar bet on the AI firm Anthropic in an attempt to rival Microsoft's partnership with OpenAI and chatGPT Amazon continue to build out its infrastructur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ybe buying its way into it 积极切入AI领域的美国科技龙头 亚马逊 半年内两度出手 溢注新创人工智慧公司 Anthropic 去年9月首次投注12.5亿美金 今年3月追加融资27.5亿美金 亚马逊已合计40亿美金 集团成立30年至今最大一笔对外投资 押注Anthropic 胡飞是为了与投资OpenAI数十亿美金 合作开发生成是AI服务的微软 比较高下 Amazon needed this They were way behind Microsoft way behind Google and AI And this was badly needed The industry has been looking for a catalyst to let Amazon open up an AI So we think this is really good for Amazon They needed the AI expertise Anthropic obviously gets the largest cloud computing installed base 85 plus billion dollar run rate at Amazon AWS So it's a win-win It's a page right out of the OpenAI Microsoft playbook for Amazon I think they saw that they're probably a little bit behind in terms of the adventure that Microsoft has been on building OpenAI's technology into products like Azure We saw in this release with Amazon and Anthropic They will bring this to AWS customers I think that's the biggest part of the announcement to pay attention to Anthropic是全球AI竞赛中 紧追领头羊OpenAI的后期之秀 2021年有七位因理念不合 而叛逃OpenAI的前员工 在旧金山创立 41岁执行长阿莫迪 曾负责建制GPT-2和GPT-3 但出于自己任职四年多期间 对OpenAI在人工智慧安全议题上的失望 选择离开 并在Anthropic推出了Cloth3 而Haiku是在三种型号中能力最低的一款 但在数学、推理、编码、多语言理解上的表现 已让业界惊叹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Federal Writers Project is a collection of thousands of scanned transcripts from interview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This is a goldmine of incredible narratives and real-life heroes but it's locked away in hard-to-access scans of transcripts Imagine you're a documentary filmmaker or journalist How can you dig through these thousands of messy documents to find the best source material for your research without reading them all yourself? Since these documents are scanned images we can't feed them into a text-only LLM and these scans are messy enough that they would be a challenge for most dedicated OCR software But luckilyHaiku is natively vision capable and can use surrounding text to transcribe these images and really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不只能转一年代久远文字模糊的珍稀采访文本 Haiku还可以进一步替使用者把海量采访整理好章节大纲 组织出若是要以使用内容拍摄纪录片 人物该刻画怎样的故事情节才有办法引人入胜 而效能最高的聊天机器人模型OPUS 则是在处理复杂模型时 展现出几乎媲美人类的理解与表达能力 号称效能测试由于OpenAI最新聊天机器人版本GTP4 就拿分析美国GDP来说 OPUS的表现就像个专业的经济学家 它可以进行到一个文章的文章 因为它是中文章的文章 它可以用它去做述文章的文章 有别于OpenAI是使用人类给予的回馈意见作为准则 Anthropic训练AI的方式是根据一组原则产出的回馈作为评估标准 以选出更无害的回应结果 包括鼓励模型考虑非西方非富裕或工业化国家的价值观 同时加入基本常识到哲学的各类细则 Anthropic认为这种训练方式可大幅改善人为介入AI决策的过程 减少人类偏见会造成的影响 而更能精准控制AI的输出 将与Anthropic展开技术合作的亚马逊 一直以来缺乏热门AI商品 而向来被视为深层是AI领域的落后者 亚马逊这一次除了成为Anthropic的大金主 挥下云端运算全球最大随选运算和数据储存 业者AWS也会一并成为Anthropic云端运算上的合作伙伴 并计划借用其力研发AWS服务及自家AI晶片 这是常认谁都想站在浪头上的AI技术大战 且毋庸置疑的是AI的蓬勃发展 正把矽谷人才争夺战推向全新高度 华尔街日报报导 严校全美科技公司纷纷推出百万年新方案 包括更好的股票分红 更棒的薪酬奖励 试图吸引在深层是AI领域拥有专业知识的高端人才 近来数不完的例子 是许多矽谷人才选择放弃既有硬体公司的优渥薄薪资 转而投向AI新创公司的怀抱 一场人工智慧产业大战 比的是技术拼得更是人才 2019年 4月15号离现在接近五年了 当时巴黎圣母院突然出现了个严重的火灾 人们难以置信 这个始建于1163年的巴黎圣母院 是一个在中世纪哥德建筑的一个建筑物 它代表了太多的意义 当它被火烧下来时刻 它几乎是烧坏了大多法国人的心 我们刚刚在前面报道 美国的巴默摩大桥 凯伊桥 凯伊本身就是美国的国歌 新条旗的词曲创作者 所以特别用他的名字来纪念 美国现在它的劳动效率很差 他们说要重建凯伊桥 光是清除到重建 至少至少要6年的时间 至少至少要20亿美元 那个时候当马克宏说 他在2024奥运这一年 巴黎奥运是7月开始 他希望在2024年底的时刻 就可以重建巴黎圣母院 别人会觉得说 这是怎么可能呢 但使用了AI加入了数位化 还有升学 其实法国在这方面是非常强的 我们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 就访问了来自于法国的光学专家 来自于他们的升学专家 他们利用各种不同的技术 然后把过去的古迹照片 各种慢慢的修复重建 然后另外就做到完全一样 因此修旧如旧 2024年底巴黎圣母院 真的会重建天日 而且跟过去没有太多的差别 巴黎永远是一场流动的盛宴 融得下这世界所有的端宽 当最优秀的端室 Olympic opening ceremony 当最优秀的端室 在这次上 这可能会是最好的座场 在巴黎永远 MBC 뉴스 被给予了约的资源 进入了这个优秀 去保持选与众 选择保持选择 除了从来的 尺寸 它是一颗的眼睛 预众的 预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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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名字的城市 我們現在往海上 我們會把海上的照片放在你一旁 以來的伊丫塔塔 會有海洋滂球 在世界 знador的藝術 變成比賽的舞蹈 像大幅和泰國 在大幅中 還有啟動工具 法國人的大膽創想 讓人驚不住想像 這屆奧運會 將是一場怎樣的 藝術與火力的碰撞 而除了奧運會的如期將至 今年还有另一件事 让法国人欣喜期待 在2019年因为一场珠荣之灾 导致标志性坚定倒塌的巴黎圣母院 将在12月再次开放 让全球感受它的文化魅力 我一直没想念 我一直没想念 我第一次的心愉意说 是的,我们可以做这个 是正确的 我另一面不想念 这种缘母性 这种olerุ,气,和意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63年3月24日 在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主持下 开始修建的巴黎圣母院 自此走上历史舞台 法国文学家维克多余果 在1831年出版的伟大文学作品 《巴黎圣母院》中 将它称之为 一首规模宏大的巨石交响乐 巴黎圣母院 由此成为了法国的精神与文化封碑 是一座无可取代的 欧洲中世纪哥德式建筑杰作 然而2019年的4月15号 这座毅历了850年的伟大建筑 却在众人的惊呼声 和哭泣声中 被熊熊大火吞噬 作为法国乃至欧洲文明的象征 巴黎圣母院的灾后修复 举事矚目 法国政府很快就决定 要投入国家力量 进行考古修复 为了对建筑和艺术品进行修复 以及未可能的新发现 做好准备 包括了历史学家 修复和材料专家等 在内的近200名专家学者 被分成八个不同的工作小组 他们的研究工作 涵盖了不同的材料研究领域 例如石材 金属 木材 彩色玻璃等 也涉及了建筑工程 升学 雕塑和装饰 人类学和数位化等方面 中文字幕统筹 朝尼克经典的墙 记者 一esty 零音乐 满尾 肉 木材 拔 跨 门 现在 靠幕 现在 开 1,500 light wooden chairs facing the altar made to reflect the light of the restored stained glass. Outside, more than 50 meters above, statues have been repositioned on the gables. Masons are putting the last stones into place and the roofers are working to place thousands of lead panels and framing to construct the new roof. Almost 500 tons of metal. 专家们还在灾后现场收集大量数据 并且数位化,建立数位栏身框架 确保灾后建筑遗产重建 与修复工作的品质. 我们常说人生一晃就过了 你在重现的时候 很可能你已经不在了 或者你会成为一个永久的遗憾 2024年4月8号星期一 美国的时间日全时 将是一个在最近以来 最重要的天文事件之一 位于美国的跟墨西哥 加拿大的观测者 会有机会看到这些的日时 这次的日时呢 根据美国NASA的解释 它会从南太平洋的上空开始 接着经过墨西哥 美国 加拿大 日全时将到美国时间 2024年4月8号下午 请注意时间 3点15分到3点30分的 15分钟内发生 在这个时刻 月球将穿越地球和太阳之间 那好像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 最后会阻挡太阳的光线 造成1分半到3分半左右 白天的时候 白昼变黑夜 而如果你想经历 类似的天文世界 你要再等20年 20年后 很可能像我这样的人都不在 变黑夜 虾業 能有样子 暴风 是变化 types you might see a phenomenon called shadow bands and then in an instant it's dark you'll look up at the sun and see the most amazing sight the black hole of the moon superimposed against the sun's corona then after about four minutes sadly the eclipse will come to an end you'll see the phenomena called the diamond ring the dazzling interface between totality and sunlight when the tiniest bit of the sun is visible 欢迎你回到文倩的世界周报 过去呢我们在讨论台海危机的时候 人们说台湾将是下一个乌克兰 可是事实上台湾不会有一位总统宣布台湾独立 所以除非中国大陆的政府它在经济完全接近崩溃 习政府本身的正当性在国内形成强大的民怨 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混乱到美国的总统 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来处理台海危机的时刻 台海危机才可能发生所谓完美的风暴 如果你把这些因素通通都加起来看的时候 很可能这是因为美国一直把中国当成他在圈这些唯一的敌人 因此台海危机才会被拉得这么前面 真正的战争现在最紧张的是在中东 第二个是我下面要报道的新闻是在朝鲜半岛 在昨天文献的世界周报 我们引用了彭博社访问军事专家 他认为金正恩不断的巡视 不断的恐吓他将发动核武战争或是高超音速导弹 来面对全世界屈辱朝鲜的国家 他说的话可能是真的 所以朝鲜半岛的危机恐怕如果以金正恩 他根本不在乎什么国际制裁 他根本也不像中国本身面对一个庞大的国际的供应链 他被牵扯在整个资本主义的系统里头 朝鲜是不在乎这些制裁的情况里头 他为所欲为的几率要高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不以美国的角度来看 以尝试来看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几率 可能超过台海危机 而韩国将很快的就要在4月10号进行国会大选 这场国会大选的目前为止 执政党他的民调是输给了反对党 而尹熙悦的前一阵子 他就是为了挽救他的民调 才会在医疗改革里头下这么大的重手 当然他现在也开始在好好地跟医生意见里头的慢慢地谈判 那他的民调的确有因为这次医疗改革上来 但是他仍然只有34% 他的差评高塔 就是负评高塔 百分之六十一 而认为应该有反对党胜选的是百分之四十九 执政党应该胜选的是百分之四十 所以其实反对党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为什么 因为韩国现在反对党李在明党魁 本身他们这个整个党是陷入很大的陷阱丑闻 在韩国这种类型的贪污陷阱丑闻是不可原谅的 韩国的制度我为大家解释一下 他基本上跟台湾有点像是双手掌制 但是他的总统依照宪法 一次一届是五年 只能选一届 所以一届也没有连任的问题 可是他本身要留下他一定的名声 韩国当时他的民主化跟台湾同一个时间进行 可是他完全看清楚 像这种受儒教社会影响的社会 包括韩国 包括台湾 其实包括未来的中国大陆 如果要举行民主宣举的话 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 这种儒教国家本身 他很难用内阁制来推动 他很容易会变成像日本的派法政治 而他们需要强人 但是强人很快就会变成独裁者 所以他才会定出一个宪法 就是你的任期是五年 只能做一届 而这次的国会选举 就等于是对以习越的公投信任票 面临高风险地缘政治的韩国 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看 韩国国会对制定符合2022年和2023年 美韩联合声明 以及韩国印太战略的改革和法规至关重要 选出一个愿意合作的国会 将可减少时间和资源浪费在无谓的口水战上 减少出现为反对而反对的国会将局 而且韩国朝野对朝鲜的立场迥异 也将影响韩朝关系会是更加对立 还是能有所缓和 面临韩国即将举行的国会大选 朝鲜4月2号早上6点53分左右 向东海发射一枚高潮因素弹道飞弹 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 这是朝鲜为干扰选举的挑衅举措 试图分裂韩国人民 以为什么��ии 这个из��试图不 scaffold 是一手以 Prevention esto才乃为了更加高项因素异 heavy Tell me 总统尖的辞行方 便 рис cinco 两三斯烛的位置 比例仍比以非左右 三三四五�로 五五五四季 若非上片六四周 夏鲜3号提出它的辆70 系列车尹的 朝鲜发射的弹道飞弹被认为是能够瞄准在关岛或在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 这款高超音速飞弹的飞行速度超过音速的5倍 通常在相对较低的高度飞行 因此更难被发现和拦截 North Korea previously test fired a solid fuel hypersonic IRBM in January And last month, the regime claimed success in a ground test of a solid fuel engine for a new medium-to-long-range hypersonic missile Military officials said Tuesday's launch appears to be an upgrade from January's test firing as they spotted enhanced missile capabilities with the newly tested solid fuel engine 朝鲜发射飞弹的同天 美日韩在冀州东南方攻海上举行联合军演 韩国国防部表示这波军演就是为增强、遏制和应对朝鲜飞弹威胁 Following the North missile launch, South Korea, the U.S. and Japan conducted a trilateral air drill involving the United States B-52H strategic bomber Seoul's defense ministry on Tuesday said this year's first trilateral air drill took place over waters southeast of Jeju Island Seoul's F-15K fighters and Tokyo's F-2s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training The three countries vowed to expand trilateral drill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against threats from the North 对韩国总统尹锡悦来说 国会大选也关系到他的政治遗产 如果没有愿意合作的国会 尹锡悦在胜于任期将成为跛脚压 目前控制近60%国会席位的在野党 速度和执政党合作 2023年12月下旬 通过供应链稳定支援经济安全框架法 2024年1月通过航太管理特别发等措施 If the Conservative ruling party wins this election, I think the existing Korea-U.S. relationship will be very resilient Then, I 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Yun-sung-il government and the Biden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more closely established On the contrary, if the Democratic party wins the majority It's expected that the Asia-Pacific diplomatic relations Centered around Korea, the U.S. and Japan Sought by the Yun-sung-il administration will take some time 但看来尹锡悦成为跛脚压总统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 最新公布的每月民调显示 3月61%韩国民众对尹锡悦施政表现给出差评 给出好评的仅有34% 比2月下滑5个百分点 尹锡悦下滑的支持率 连带伤害执政党赢得国会大选的机会 深陷社会丑闻和家族涉嫌炒股的第一夫人金建西 同样是不利因素 自2023年12月15号以来就没有公开露面 以避免拖累执政党的选情 而且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和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都遭批评 党内的议员提名 皆偏向与领导阶层偏好一致的候选人 国民力量候选人大多来自清隐习乐派 而民主党候选人则主要来自清理在民派 导致许多现任议员离开这两大党 加入新成立的政党 民调显示新成立的第三方政党表现相对较好 如果这些小党能在国会大选中取得一些席位 很可能成为决定未来重要法案通过与否的关键角色 谢谢您收看今天文献的世界周报 以及文献的世界财经周报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文献的世界财经周报